五合一景点的万里生态区 2020年后陆续开放 访客人数估计每年将会翻倍达到1000万人次 而到时生态区也将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五合一景点包括新的飞行公园 热带雨林园 以及现有的新加坡动物园 夜间野生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 包括牧长易华人 早上为五合一景点的万里生态区主持 象征计划启动的植树仪式 一华人说万里生态区的落成 不仅成为国人和游客接近大自然 和野生生态的休闲好去处 也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目前每年到访新加坡动物园 夜间野生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和飞行公园的访客 470万人次 而原定2023年开幕的热带雨林园 将提前两年在2021年开放让公众入园